有出現過很多幕 之前的動畫或是漫畫裡面 出現過的犯案場景 不只是作者青山鋼艙老師的前妻 還是柯南的配音員喔 我不是說過了 我跟你之間只是生意上的網伴 利用完就給他丟掉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ry Netflix上面最新推出的 柯南外傳動畫 犯人犯哲先生的影集 不知道你們看過了沒呢 那這一次的主角 竟然是柯南動畫裡面 很常看到的黑衣人 雖然說他在這之前 都是犯人的設定 但是呢他這一次在外傳動畫裡面 真的是太圈粉了 而且裡面一直瘋狂的吐槽跟惡搞 我覺得這個超幽默的 那這一部短片動畫呢 除了是一部搞笑片之外 裡面還出現了不少的小彩蛋 所以我們今天整理了一些 資深柯南迷們發現的細節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們今天來後裏學就是 27個犯人犯哲先生的 自禁彩蛋 真相只有一個 這樣子一個 那還沒有看過動畫的朋友呢 記得先去看過動畫之後 再來看我們的影片 不然他會被我們爆雷爆光光喔 在一邊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聽迪士尼 漫威跟迪士尼秘密故事 或者是你喜歡注意一些沒有意義的小細節 都歡迎訂閱我們 也記得開啟小鈴鐺和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看看我有空才會跟進的日常生活分享喔 那在這一次的動畫中呢 有出現過很多幕 之前的動畫 或是漫畫裡面出現過的犯案場景 像是在第一集裡面 第一次來到米花丁的黑衣人 首先要搞定的就是他的住宿 所以呢他就找了房仲 來帶他看房子 然後第一間就來到一個 超級高級的公寓 但是住金卻超級便宜 所以黑衣人就很疑惑的問了仲介說 為什麼住金這麼俗啊 結果仲介竟然毫不避諱的就說 那剛剛出現在兄仔裡面那個人呢 其實真的就是有出現在柯南動畫裡面 這位在TV版第951集裡面的模特兒喔 那接下來房仲又跟黑衣人 介紹了其他幾間租屋處 那其中一間就是曾經在床底下 發現有西蘭的行李箱 那這個也是在之前TV版第724集裡面的 偵探門的夜詳曲 有出現過場景啦 然後他們又去看了一間很特別的浴室 中介就說這裡曾經發生的案件 那這件事情呢 就是在指TV版的第129集的故事 再來就是上面有刀痕的櫃子 看起來就像是完全沒有整理乾淨案發現場 那這個場景呢就是出現在TV版的第17集裡面 臉牆面上的痕跡都還有複製的很完整啊 那其實呢這裡還有極目一閃而過的畫面 其實也是之前出現過的場景喔 像是第三集跟偶像有關的密室案件 還有第228集跟229集 主角是陶瓷醫書家的案件 然後我覺得很可愛的地方就是那個范哲先生 問房仲說有沒有正常一點的房間 然後那個房仲有回答超級無敵自嘲的 -20年事故物件是爆發的新職 -什麼人的陰謀嗎 -是死神的技巧嗎 而且那個畫面直接是放柯南耶 超好笑 他是走到哪邊都會發生命案的 -四生小學生 話說這一次他們真的是很愛玩自嘲梗耶 像是說他們有提到米花症的凶宅越來越多 還故意把小蘭的頭髮用得超級簡 -那是那個時候的 那順在一提在黑衣人要到米花症的時候 就遇到了小蘭跟圓子 然後他很好心的幫圓子撿了他的卡片 那這張卡片的蘇伊卡 其實就是日本的西瓜卡的意思喔 有點類似我們的悠遊卡的感覺 而且他上面還真的畫了西瓜卡的吉祥霧器而已 那接下來這個黑衣人因為進錯了入口 摔了一個大礁 那這時他就聽到旁邊的圓子在嘲笑他 那很愛腦補的范澤先生就在腦中想像用球棒打圓子的畫面 那這一個呢就是在致敬明珍珊柯南第一集 心意被請酒打混的經典畫面喔 看到這一集就覺得好懷念喔 沒想到已經過了這麼久了 從他開始變成小朋友然後小蘭被拋棄的過程 好啦那接下來第二集裡面 黑衣人范澤先生在閒晃的時候 這時的牆上電視看板正在播報新聞 那他們兩個呢就是在TV版第60集的主角喔 那個男生是知名插畫家 然後女生呢就是在背後默默幫他的情婦 然後因為他威脅畫家說要跟全世界揭穿這個事情 所以胡子男做完之後就把他殺了 -你這是做什麼 -我不是說過了 -我跟你之間只是生意上的網牌 -這個什麼過河拆桥啊 利用完就給他丟掉耶 結果沒有想到這一次出現他們兩個 竟然轉行去當主播啦 那在第二集的新聞裡面 這個情婦主播也有出現喔 然後呢這邊的黑衣人還在內心指責 之前犯人很沒品 都在屋子裡面行凶啊害房子變熊宅 不但沒有考慮到房東的心情 還害米花這樣的熊宅越來越多 -那這兩個人呢 不是普通的入人喔 他們是在1995年出道的2Mix團體 高山男跟永野追菜 甚至還有在柯南電視劇裡面 客串過好幾次 不過為什麼這個偶像團體 可以一直在柯南裡面出現呢 其實是因為這個高山男 不只是作者青山鋼艙老師的前妻 還是柯南的配音員喔 -真實是一直都是人的 -江戶川古南役 -高山美奈美 -請請請 -接下來范澤先生又去請房仲阿伯 帶他去看一間合租的房間 雖然說一樣也是熊宅 但是有天天假 還有跟其他人一起住 所以比較沒有那麼可怕的感覺 於是范澤先生就馬上說還要住在這邊 -那剛剛房仲講的劇情呢 就是對應了第486集 從左到右的招財貓那一集喔 -兇器是招財貓啊 那接下來范澤先生的室友 就覺得房仲太吵把他轟出家門 然後晚上的時候 還去跟蹤人家把他給殺了 而且這邊柯南還莫名其妙的出現 想要制服嫌犯 甚至還拿出了便當傳真機砸向人家 -什麼東西啊 -你滾了嗎 -這個擊力增強中心 -電動箱型發揮 -那這個便當傳真機呢 其實是在自嘲 因為這個道具呢 可以說是網友們公認 阿里博士最不實用的發明之一 完全就是一個便當模型的傳真機而已 而且裡面只有兩個炸蝦是可以吃的 其他都是假的耶 但是呢在這次的新聞畫面裡面 他們還故意把便當做成全部都可以吃的 然後木木警官整個吃的津津有味 就連犯人也吃的炸蝦哦 而且我發現居然有很多網友 記得這個便當傳真機 -就用今天早上博士給我的新產品 -這個啊是我新發明的 便當型攜帶傳真機啊 -什麼新發明嘛 -他只不過是把市面上賣的傳真機 放到便當盒裡面而已啊 -他真的是一個很沒有意義的發明 那接下來在犯者先生 去辦戶籍轉路的時候 這邊我覺得很好笑的就是 因為他們整部影集都在講說 米花鎮是一個很可怕的地方 然後到處發生案件啊 做什麼事情都會有可能變傻之類的 然後還說在晚上出門的人 就是擺明要被壞人盯上之類的梗 反正就是在各種小細節 暗自吐槽跟惡搞 所以動畫這邊呢 還故意畫出了超多海報 上面還寫著禁止人口減少 然後還刻意帶到旁邊一堆人 搶著要離開米花鎮的畫面 -你去哪裡啊? -你去哪裡啊? -親切的街啊 然後就只有犯者先生在那邊說 啊我要辦戶籍入住 我要嵌入米花鎮 那在犯者先生要去換駕照的時候 旁邊就有一個胖弟弟在跟媽媽抱怨說 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家 -媽媽要怎麼回家啊? -已經快要免許的描替了 那這個小胖子呢 就是出現在第15集裡面 想要請少年偵探團找貓的弟弟喔 再來隔天犯者先生要出門去買洗髮金 然後在路上到處逛逛的時候 還順便吐槽現在的便利商店 越開越多的事情 -為什麼沒有這種超級廣場? -有幾個廣場的廣場 -有幾個廣場的廣場嗎? 接著他就來到了唐雞牧村 這個應該很明顯就知道是在指 之前很火紅的唐雞赫德 -Donkey啦 -Donkey -Donkey -那因為他在路上行為跟表情有點詭異 所以又被柯南盯上了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因為以前都是黑衣人去盯上其他的人 然後現在他們是反過來 故意要玩這個梗 那走著走著呢就開始下大雨了 這時福布就把柯南塞在外套裡面 那這個動作呢就是在最近柯南第118集的著名場面 -你的肚子到底是怎麼了? -哦!這個啊 -啊! 但其實有一部分也是在自嘲動畫中 心意的媽媽把柯南塞在胸部那邊的荒唐事蹟啦 怎麼可以這麼荒謬 到底是怎麼塞進去的 而且你們有想過柯南在裡面他的身體姿勢是怎樣嗎? 是這樣子抱著媽媽嗎? 還是怎樣?是這樣子嗎? 好啦那接下來第五集的開頭 范車先生因為夢到自己被指認成兇手 整個被嚇醒 -你的犯人是你嗎? 范車先生 -啊! 那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那個指認范哲先生的手勢 其實就是柯南每次要抓出兇手的招牌動作 就連西裝外套跟襯衫都一模一樣喔 那在睡夢中被敲醒的范哲先生 因為就這樣睡不著想要去外面喝酒 結果殊不知半夜的外面根本更恐怖 不但遇到壞人進到一間恐怖大媽的武器店 還進到一間超坑的酒吧 然後呢還在這邊遇見了醉醺醺的毛利小五郎 那這個也是在致敬 漫畫第二章一登場一樣也是醉到不行的毛利小五郎喔 - 范哲先生的錢包被偷了 銀行帳戶還整個被搬空 繳不出房租的他只好出去找工作 這時他就翻到一個招聘廣告上面寫著 只是搬某樣東西 組裝某樣東西 那這個工作呢 其實在動畫第464集裡面也有出現過 專門幫忙搬運的超高薪水工作喔 看到這種幾乎是不勞而獲 然後就是有各種美好的待遇的工作 一定要小心 你有可能被賣去柬埔寨 好啦那接下來阿黎博士就出現 想要提供一個工作機會給范哲先生 然後因為薪水超級高 所以他就答應了 結果呢到實驗室才知道 他是要當白老鼠 那剛剛阿黎博士說柯南不小心車到人的時候 出現的是原子跟很笨的山村行徑 那會出現他們兩個原因呢 其實是因為 除了毛利小五郎之外 最常被柯南射馬粹鎮的第一名就是原子 然後第二名就是那個笨笨警察 而柯南會選擇他們兩個原因呢 也是因為他們的個性比較隨性 就是清醒之後比較好蒙混過去 那在這之後 范哲先生準備要去當公讀生的時候 沒有想到店長卻被人殺了 但這時他也遇到了一群偵探 在各種推理破案 - 天長殺害的犯人 - 在這個開幕的隊伍中 - 見了 那其實這四位偵探 就是出現在第219集 被召喚的名偵探裡面的四位角色 而且除了白馬探之外 其他人的服裝還一模一樣 而且我覺得很好笑的是 他們的台詞有87%是一樣 連背景的設定也是一模一樣 像是白馬探的爸爸就是白馬行政總監 - 我的父親是警察官的 - 你說的沒錯 - 白馬行政總監的確是我爸爸沒錯 - 毛利先生 還有他在介紹老英華特身的時候 台詞也是87%像 - 因為我和我一起行動的 還有這位女偵探手上的Lumino 盧米諾 用來偵測血液的花學試劑 也是在動畫中他的配件 - 然後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一次的兇手 也是在最近剛剛219集裡面 那一位最後的大兇手老奶奶的偵探喔 - 你有看到嗎 那個犯人也有戴眼鏡 - 就是那個小眼鏡啊 接下來范澤先生意識到 - 自己一直找不到他的目標 - 於是就跑到廟裡求籤 - 順便想要求個好運氣 - 但沒有想到籤上面寫的大兇 - 還要他做好事累積功德 - 希望他可以轉運一下 - 所以呢他就很認真的在道路上撿垃圾 - 結果這邊就一直撿到奇怪的針 - 那這個呢就是在吐槽柯南說 - 他每次用完麻醉針之後 - 都會散落在各處啦 - 鑼 - 危險啦 - 通鎖路那邊 - 喔? - 又又掉了 - 啊? - 這裡嗎? - 為什麼會這樣鎖垃圾? - 亂丟垃圾的小孩 - 呵呵呵 警察貝貝就是他 那再來看到最後一集 - 出現了很帥氣的怪盜基德 他在空中為大家表演一段空中漫步 那這個畫面呢 - 也是出現在TV版第356集裡面 - 怪盜基德的空中走秀 而且在TV版裡面 - 所有人都沒有猜到他是怎麼辦到的 - 怪盜基德他到底用了什麼手法 - 他不可能浮在空中 - 找到外面的繩子 如今終於在這部作品裡面解釋給大家聽了 - 原來是因為那個玻璃啊 - 好啦那最後一個彩蛋就是片頭曲的部分了 - 第一次看到那個黑衣人在那邊面無表情的跳舞 - 真的是一個反差萌 - 那這裡面呢其實有一些動作 - 是在最近柯南的第八首片頭曲裡面柯南的動作喔 - 哪裡是正義的 - 很騷耶 - 他的那個舞步 - 呵呵呵 - 而且我覺得那個柯南硬要在那邊耍帥 - 然後跳那些舞我也覺得很奇怪 - 很突兀耶 - 叮叮叮叮叮 - 心扭扭扭扭扭扭 - 心扭扭扭扭扭扭扭 -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 我覺得這部零集呢 - 他的節奏蠻輕快的 - 而且一集只有不到10分鐘而已 - 然後一個小時左右就可以看完 - 算是一個很輕鬆的小品系列 - 而且我很喜歡他在裡面就是瘋狂的吐槽 - 原本柯南裡面的一些劇情 - 就是整個超幽默的 - 那不知道你們還有看到哪一些彩蛋呢 - 都歡迎在這邊留言跟我說 - 然後如果喜歡這影片記得幫我訂閱 - 按讚這分享 - 然後記得訂閱我個人的頻道 - 還有注意到G - 那我們下次見啦 - 掰掰 - 掰掰 - 斷向只有一個 - 雪莉子有一個 - 呵呵呵呵呵呵呵 - 裡面那個小白狗真的好可愛喔 - 而且他的叫聲很魔幻 - 他的叫聲叫聲是什麼 - 哇 - 嗚嗚嗚 - 那個小狗狗就是咪寶啊 - 牠這邊就是在指說就是 - 不管是犯人還是誰 - 只要是對那個可愛的小動物都會覺得 - 看到就會融化 -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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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